黑牌時尚是小馬最拿手的這種經典的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真的畫面非常漂亮 你當初用什麼樣的設計概念去營造這個客廳的氛圍 因為我覺得客廳是所有空間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希望我的屋主能夠非常喜歡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讓屋主所有喜歡的元素全部進去 例如不鏽鋼 不鏽鋼 然後所有不規則Fature Stoo的角度 然後當初在規劃的概念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客廳的沙發貝跟電視牆都要了一根大樑 所以當初在立面思考也花了很多時間看如何去修這兩根樑 這兩根樑又不能用傳統的方法去修 可是又要把你們設計的概念結合進去 偷偷告訴各位 屋主的朋友來到這個客廳的空間 看完整個空間一圈只有一個字 他說就是一個字 就這個空間就是有年輕人時尚的風格 沒錯 小馬樑在哪 我看不到耶 樑的部分就是在我這個造型的正上方 然後我的設計概念是折子的概念 就是說一張紙 然後我去做不規則的角度去折 然後總共有三段式的那種角度 對然後到最後面的那個燈槽的部分也是呈現不規則的 間接的燈槽這樣子 所以其他整個設計都是有連貫的對不對 對就是用不規則的折子概念這樣 你知道你的折子概念後方是長樑 可是樑我還是沒看到耶 就是要從最左側跟最右側兩個角度才可以看到樑的 詳細的位置 唉唷 我看到了 對 可是你包它的方法也好棒喔 就是我不想要很自私的把它天花板壓低 對因為我的屋主身高還蠻高 我希望整個客廳的空間是比較高長的那種味道 然後再來我要增加那種沙發背牆的質感 所以那時候我特別去挑了那個白色的進口的壁紙 然後這個是仿貝殼版的壁紙 因為白色壁紙好的質感其實很難選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選壁紙的時候也花了一點時間這樣子 雖然都是白色 可是還是要把那個層次跳脫出來喔 對 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我真的很難去形容你的那個創意到底是 怎麼可以這麼源源不絕 因為沙發背牆像這樣子的線條 線條真的很簡單 可是為什麼搭配出來的質感就會讓人家覺得不一樣 你燈光的方式下的也不一樣 對 沒錯 像我這裡的整個空間的氛圍 整個空間像天花板這個角度都是呈現非90度的 然後連所有的間接光潮都是非90度的那種味道 在這麼一個黑白時尚 然後不規則線條的空間當中 其實每一樣家具的選配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 在客廳的空間當中 這個沙發其實是兩身特別去定做的 像一般沙發它可能是L型腳或一字型 然後我這裡到後半段我是轉折45度 然後要呼應我整個空間那種 不規則比例幾何圖形的那種線條的主題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去選客廳的茶几 一直選不到喜歡的 後來我就直接畫圖 就量聖定做叫我們鐵工師傅 直接拿整塊黑鐵 然後去做雷射切割 照我的圖形去做雷射切割 然後再做烤漆處理 小馬這個真的很難做 你看這個接點好細喔 像這個去雷射切割 只要不小心雷射好 整塊鋼板都要重新做這樣 你是說如果這邊很容易斷掉嗎 對 不小心 因為它很細 所以一秒鐘斷掉 它整個茶几都必須要重做 喔 OK 我想這麼細的工才可以做出這麼質感好的一個茶几喔 玄關櫃後方的端井牆 設計師運用了幾何圖形的凹洞 做出了像裝置藝術般的展示空間 裡面還貼附黑鏡 更可以襯托出展示品的質感 而這道端井牆跟造型沙發的中間呢 形成了一個自然的空間 剛剛好可以擺放天使燈喔 哇 這個客廳電視主牆也非常吸睛耶 嗯 沒錯 像大家對電視牆從頭的概念 可能就是大理石 或整個電視櫃 然後我希望就是說 電視牆要有質感 可是我視覺需要能夠穿透 嗯 所以我當初在設計概念就是說 我用樹枝的意象 嗯 對 然後材質的部分 用我屋主最喜歡的不鏽鋼 然後樹枝有大小的比例 它形成很多不規則矽角的部分 然後像那個師傅都特別去做無縫的處理 我特別都去跟他交代 鐵工有縫跟無縫差很多嗎 差非常多 就至少差一倍的價錢這樣 OK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他這個 電視主牆光後面這個樹枝狀不修鋼的鐵劍設計 其實是廢工的 對 就是設計的時間跟工都非常離舊 好 可是你剛開始就有跟我提過說 沙發背牆後面有一個樑 對 就是在沙發背牆的正大方 然後這邊沒有 對 其實這裡有要一根大樑 對 然後我的概念就是從沙發背牆折子過來打一個間接 先把這根樑修掉 然後之後我的下面再打一層間接 然後利用這兩層間接 把主要的電視牆的上方的樑去把它修飾掉 所以我這樣問好了 樑就是夾在上面三角形的間接光 跟這個直的這個光帶的中間這一段是樑對不對 沒錯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為了要增加那個客廳電視櫃的那個元素 所以就是說我電視櫃也是做不規則集合圖形 然後到正面的部分 倒有點像鑽石切割面的角度 有有有 對 像這個角度紋路也都是有對話的處理這樣 其實你這個鑽石的切割角 在我進來鞋櫃跟那個展示裝置藝術端景櫃 都是也是有這樣的一個角度 對對 兩個角度互相去呼應 所以說 Judith就直接就直接打開戶